透過年回報334.8的高回報率 得到了國際交易員冠軍 嗨大家好我是阿信 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政理性 今天是1月20號的晚上 也是我們的小年夜 時間真的過得好快 明天就是我們的除夕夜了 這邊不免俗跟大家拜個年 祝大家財源廣進 兔年紅兔大戰 那新來到這個頻道的朋友 Nice to meet you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不是影集不是紀錄片 也不是產業 而是要來跟大家推薦一本好書 讓大家在過年的期間 也可以在股市休息的時候 在心態上可以充個電 這本書就是我們的 Mark Minervini最新出版的書 冠軍思維 好啦那在影片開始前 記得先幫忙按讚 才能讓更多人看到 阿信的影片喔 Mark Minervini是一位美國 從事證券交易超過37年的交易員 而且是一位超級交易員 在1997年Mark用25萬美元 參加了美國投資比賽 他只單單用了股票操作 就贏得了當年的冠軍 那這個投資比賽包含了 股票期貨以及期權 而且他當年得到冠軍的總投資收益 遙遙領先第二名將近一倍的金額 在2021年Mark透過年回報 334.8的高回報率 得到了100萬美元分組的 國際交易員冠軍 他的戰績真的不是簡單 透過一支影片就可以全部講完了 那他最有名的分析方式 就是SEPA分析方式 那這個分析方式是判斷整個市場的趨勢 他藉由強勢上漲的股票 去比對他的營收或是毛利是否有改善 並且配合法人機構的買進 去找到整個市場的相對強勢股票 換言之就是他永遠只會去買 股價有明顯上漲 並且最強勢的股票 在Mark的觀念裡 他認為一般人是可以透過不斷的訓練跟學習 在股市中得到他超過預期的報酬 而他過去也出版許多書籍 都是無視的分享他股市上的操作 過去他竟有分享過他的書籍 影片在下方資訊欄 有興趣的觀眾朋友可以去點開來看看 冠軍思維這一本書 撇書以往教大家操作 主要是在跟讀者分享心態跟心法這件事情 對於Mark而言 冠軍跟一般人與眾不同的地方在於 心理層面的準備 就是展現巔峰表現的最關鍵因素 所以這本冠軍思維 比較多是在跟讀者討論心法上的部分 每個行業的贏家或是巔峰者 幾乎都是對於心理層面有一定的建設 並且比一般人還要更好 那這本書也找了許多領域的強者來分享 他們是如何在自己的領域當中成功的心法秘訣 同時這本書也標榜 任何人都可以透過這本書得到一些幫助 那希望讀者看完這本書之後 都可以掌握成為冠軍的心法 那接下來阿信就來跟大家聊一聊 我看完這本書之後 有哪些重要的資訊可以跟大家分享 改變想法即是改變人生 這是這本書一開始就跟大家講述的最震撼的句子 關於勝利 你需要了解的第一件事情實際上很簡單 維持正確的心態 否則不論你擁有再多的知識技能 甚至接受再多的訓練 在你最迫切需要發揮的時候 往往都會變得無用武之地 而這本書裡面也有提到關於心態的一些想法 好比說我們在做一件事情之前 可能會先想到我做這件事情會不會失敗 或是我會不會把這件事情搞砸 其實當我們有這種想法的時候 就會增加我們失敗的可能性 原因在於書中有提到關於潛意識這個名詞 當你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時候 如果你的腦袋裡面都是想著失敗的畫面 就算你有100分滿分的技能 但是可能到了臨場發揮的時候 你卻只能發揮50分 不管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你要想到都是你成功的畫面 這個就有點類似我們在看海賊王的時候 魯夫常常會把說我要成為海賊王 這一句話掛在嘴邊 那這句話雖然在很多人耳裡聽起來是句笑話 但不管如何魯夫就是有這個信念在 這也是不斷灌輸給潛意識裡面的一段話 那當然我們也不是憑空 就給潛意識去灌輸這一段話 我們也是需要實際的作為以及練習 包含了生理練習以及心理練習 在這本書當中其實大部分都是在講述心理練習的這一塊 而在心理練習的這一部分 你要在你的內心看到或是感受到自己在執行面的這一塊 並且去思考你遇到最不順利的情況 那透過心理演練去設想自己該如何有效的處理 而且練習的時間大家要記得 不再久而是在於今 因為我們的目標是要培養好習慣 而不是讓壞習慣變得完美 如果把上述這些話探控在股市上 其實也是非常適用的 就好比阿信會常常跟大家說 我們每天一定都要做股票的功課 看一下均線排列正確 或是看一下法人的買賣操 就算你的工作很忙 起碼每天要播個20分鐘左右的時間來做功課 這個做功課的成效 遠比你可能利用假日花個兩個小時以上還要來的好 那在做功課的這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生理上的習慣 當一天結束之後在上床睡覺之前 也可以去思考說你今天做了這些功課 有沒有什麼收穫 針對自己手上持有的部位 去思考明天出現什麼情況 需要停損的停歷或是需要加碼來增加獲利 這部分就是心理上的練習 那當心理上的練習想的越多 就能夠減少我們面臨到不確定的因素 假如天天做完功課 但是隔天的結果卻不如預期該怎麼辦 其實書本針對這一塊也是有提到 你的情緒如何 同樣也會影響到你的意識 就好比我們可能停損了某一檔股票 或是想要買的股票沒有買 結果眼睜睜的看它上去 這個時候你的心情一定會很不好受 你可以想說我怎麼那麼廢 但當有這種負面情緒出現的情況 就不是我們要的 作者在這一塊有提到 他以前會認為所有的虧損都是負面事件 都會造成痛苦 應該要盡量去避免失敗 當時作者的想法就是擅長交易的人 都應該盡可能的避開虧損 但後來他發現他錯了 就算是最成功的股票投資人 他們虧損的次數可能都比獲利的次數還要多 虧損是不可能避免的 我們唯一能做到只有控制虧損的上限 這也就是我們常聽到停損 那當我這種想法之後 就會換個角度來看待問題 由於之前都是把虧損的部位緊緊抱住 希望能夠反敗為勝來增加快樂 結果反而虧損的部位越來越重 拖累了其他獲利的部位 那作者將做法改為停損之後 會把這一筆交易認為是為了規避更重大 或是更具破壞力的虧損 藉由這種方式去轉換自己的心境 當然不管誰聽到都會覺得 這樣的心境其實很難達到 因此回到上面講的 這才需要練習的地方 很多人在做任何事情之前 其實都會害怕失敗 就好比我們在買進股票之前 同樣也會擔心說我會不會追高 會不會因為走勢不如預期而發生虧損 當然事前對於操作風險的提前規劃 其實非常重要 但是不要被這些負面的情緒去影響你 你應該想的是之前有過什麼成功的交易 這筆交易讓你大賺之類的 用正面的思維去輔助你的交易 這一點我覺得在現在的股市當中 其實蠻重要的 在過去一年其實很多人都經歷了 過去幾年沒有看過的大跌行情 相信多數人可能手上都還是會有一些套牢部位 或是曾經停損的心理陰影 但這些陰影都會影響我們未來的交易 那現在我們應該是要用更正面的心態 來面對這個市場 在這本書當中還有講了一句話 想要追求某種目標 寧可做錯而吸取教訓 也不要為了避免犯錯而喪失的學習機會 其實包括阿信自己也都是這樣 在每一次失敗的操作當中 會去檢討這筆交易錯誤的地方 而透過這些檢討的過程 對於避開下次的虧損 其實都是有幫助的 如果看影片看到這邊的你 也認同我們今天分享的方式 Mark在書中建議不要用聽起來蠻有意思 或許有一天可以試試看的心態 來看待這件事情 你想嘗試的事情 我們應該要做的是 從現在開始做出改變 放手去做吧 啟動開關沒有更適合的時機了 當下就決心做最好的自己 今年的我們一起加油 阿信的頻道在每次遇到的次 都有分享股市的盤後重點 整理與解析 在PressPress上也有線上課程 提供給各位參考 希望對大家的荷包都有點幫助 喜歡我們的頻道 拜託拜託幫忙按讚 訂閱分享 我是阿信 陪你一起看看股市分享知識 祝各位新年快樂 鄭理性我們下次見